在昨天的残奥会乒乓球赛场上 观众除了把掌声送给了金牌获得者们 也送给了两位与金牌失之交臂的选手 这两位选手都参加过六届以上的残奥会了 也曾经收获过不少的金牌 他们在赛场上乐观向上拼搏的表现 应该说激励了所有的观众 征战七届残奥会的43岁德国老将施密特 带着自信开始了他此次残奥会的最后一场比赛 因为对手们出色的发挥 这位曾经夺得过残奥会四金四银的老将 在北京的赛场上仅收获了四名的成绩 比赛结束后他站在场边许久不愿离去 很多人并不知道11号下午的这场比赛 是他残奥赛场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施密特参加的是男子六个级别中 站姿伤残程度最严重级别的比赛 整个过程四肢仅有一条腿是健全的他 几乎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每一个精彩回球都会让人震撼 施密特告诉记者虽然球场上的征战结束了 但回国后他还会投入到和残疾人相关的事业中取 他会将自己的残奥经历整理成书 努力让更多的残疾人加入体育运动实现自我 他感谢北京让他的运动生涯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谢谢北京